二媳妇我去地里了 你次王一夫拿去洗一下 嗯好 又化了 珍珍不是有洗衣机吗 你怎么用手洗衣服 洗衣机又坏了 怎么又坏了 这么冷的天 你进去吧 我来洗 不用 你哪会洗啊 我自己来 你忘了读大学的时候 你的衣服还是我洗的 进去吧 阿雄 婆婆下地水忘了带 我给她送过去 嗯 下一天那三百点 好 知道了 你也在干活啊 你来干嘛 我给你送水来了 放地上吧 婆婆我来帮你吧 快帮你婆婆自治啊 不要太懒了 不会你回去吧 等一下衣服弄脏了 我这都快好了 哦 你这么逛 儿媳妇 不然她这次 会重备她的 年轻人有这个心 我们做婆婆的 就很开心了 儿子好心提起你 把儿媳妇存三天了 以后的师父救治你 你还是操心自己家的儿媳妇吧 姨婆 婆婆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知道婆婆对我好 我也会多帮忙的 说那么多干嘛 你回去吧 嗯 婆婆 反正我也没事做 我过去帮姨婆栽刀豆吧 嗯 那你去吧 我去卖菜了 姨婆 你休息一会儿 我帮你栽 不要 我去一会儿就好了 你以后生的这么飘了 一会儿还会暖身哦 没关系的姨婆 我婆婆也就那么一说 她比我还乐心长 嗯 年纪大了 真体越来越差 要是呃呃 年轻的时候 做点盒 一会儿就干活了 是是是 姨婆 以后啊 你想清楚就好 不要那么累 新鲜的刀豆过来看 过来瞧 又嫩又好吃 哎 小弟 过来看一下新鲜的刀豆 非常好吃 来 慢走啊 老外 俊萝 déc 回家 小弟 新鲜的一个批紧 年纪 队哥都带好了 我扶你回去吧 晤哥你慢点 一婆 有没有好一点 我帮你捏一捏吧 真正如在天里 那么着你 你别争气 怎么会呢一婆 我怎么能跟您生气呢 不许有你们都学点灯机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迷糊 一婆 那是您不知道 现在可不比你们以前了 一婆 那你多休息 我先回去做饭了 好 好 您回来了 是啊 真正这个孩子见不出 我那么说他 他都不争气 真正这孩子挺乖的 对我也很小说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好 他都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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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婆婆吃饭了 来了 婆婆快尝尝你最爱吃的菜 儿媳妇 一国年纪大了 你今天做得很好 是您教我的呀 要做个温暖的人 嗯 妈 我也把十一剂修好了 快夸好了 那是你应该做的 吃饭 真正 真正 阿姨出什么事了吗 你知道折磨在哪里吗 不知道啊 怎么了阿美 哎呀小芬她不屑了 什么棒啊 什么时候的事 早上就没看到她 电话也打不通 阿姨你别着急 说不定在小莉那边 我就是从小莉那边过来的 她也帮忙到处找呢 怎么会这样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做事失恋了 这几天也没吃什么东西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真叫人关心 那她能跑到哪里去啊 儿媳妇 你问一下小芬的朋友 有没有在他们那里 我跟阿明到处找找看 阿明走 嗯 好 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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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小壮 小芬在不在你那里啊 没有啊 我不知道在哪 好多天都没联系了 哎呀 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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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那么不负责任的吗 好歹她也跟了你几年 我们都分手了 她还干嘛干嘛 关我什么事啊 阿神 你太过分了 小芬都不见了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不见了就去找啊 跟我吵有什么用啊 难道我还扶着她一辈子吗 你 小莉 我们走 真真 真的好气啊 没想到阿神是这种人 这样也好 小芬没跟她是对的 那现在怎么办 小芬会不会想不开啊 不会吧 你先别着急 我们去小芬经常带的地方看看吧 好走 真的你们干嘛呢 欢欢站上去 我们在找小芬 她和阿神分手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好 我给你们一起去找吧 嗯 你们去下面看看 上面 阿神 阿神 小芬在那里 你去叫她回去吧 你们不是都打算结婚了 怎么回事 公司倒了 切了一屁股 结婚 很帅了吧 所以你瞒着她 要跟她分手 总不能让她跟我过苦力子吧 你考虑清楚了 嗯 拜托你了 帮我保命 好吧 你过去安慰一下她吧 我走了 真的 小芬在幸福大桥这边 嗯 小芬 你们怎么来了 你这是让我们好找 你妈妈都急坏了 是啊 怎么还把手机都关机了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小芬 别难过了 会过去的 嗯 我也想明白了 这是我跟阿神 开始的地方 也是我们结束的地方了 想通了就好 阿神就是个混蛋 他不值得 以前觉得 感情就是全部 唤弃了很多 没有好好充实自己 现在我该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了 你能想明白就好了 我刚刚还在想 怎么安慰你 就是自己变优秀了 回头咱个比阿神千百倍的 嗯 好 我们赶紧回去吧 神的劳人家大气 走吧 我们走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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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从月空前行 超越的光线 不是一世 在你的光 在眼里 因为 因为 我们会重新 上飞 都落光 无畏 我会把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小范呢 她没事吧 没事 她已经回家了 那就好 吃饭吧 吃 阿熊 你说小范之前对阿胜感情那么好 怎么突然对她那么的接近 生活中会有很多事情 生不由己 吃饭吧 什么呢